九鼎山前大战 哎呀 这吴三思啊 这马前的先锋帅可太厉害 居然 把薛刚 这些战将杀得大败 要不是薛刚啊 恒哲树兰 现在恐怕 他手下 一个战将都没了 都在病房那儿躺着去了 这多危险啊 恰恰就在这时候 薛奎兄弟感到 薛刚不好意思见薛奎了 因为什么前番有这茶口 他说这是我儿子 我不能承认有这么儿子 你这哪儿的事儿这是 你到万马军中来行刺过我 但卢陵王在这儿呢 自己都回避一下 薛奎没计较这个 说实在 小孩人不大 心思挺重 心里头很难过 哎 父子不能相认 本应该一跺脚离开此处 不过呢 陆陵王千岁带自己不错 而且是 国父马登 已经被烧上 我就给他出这口气 他吩咐了一声 抬锤 被骆驼 说了有点别扭 应该抬锤被马 不是马呀 哎呀 薛焦灵气一动 他仅敢起步 追胜薛奎先帝呀 啊 教哥您有什么事儿吗 哎呀 我得提醒你一句啊 这个 敌君主帅十分了得呀 这个太厉害了 听说最厉害就是身后的葫芦 你可别让他把你烧着 怎么这这 你现在已经构成三灾八难了 你得烧个好点的 那我就完了我就 哎 薛鬼笑 小哥你请放心吧 怎么我早就想好了 这回我未从跟他动手之前 我先跟他约法三招 你呀 你就给我在那晾阵就行了 好好好 巴不得呢 我给你关阵呢 到时候提的行为什么的 啪 等两下把队伍裂开 薛葵 催着坐下 闪遍雪花图 到了山上 当当一下 把双锤往怀里头这么一抱 对面 对面 这先通帅杀过来 立马横腔的震前这么一看 哈哈哈哈 揚天大笑 怎么回事完了 哎 薛刚大营里头 战将已经都没了 被我烧死的烧死 可能是烧伤的烧伤 已经斩尽杀绝了 为什么这么说呢 你瞅这叫什么呀 啊 骑着骆驼来着 如果说骑骆驼这人 啊 谁不用去打看 还有情可原 看脸四衬 这猴啊 这猴骑骆驼 他这一落呀 把这魁少爷给落蒙了 嗯 学回自外之学嘛 怎么 什么这么可笑啊 啊 两军阵前即将厮杀 这是严肃的事啊 啊 乐什么 严肃点 哎 倒把吴王给吓了一敲 吴王你就和说谁在这儿啊 严肃点 来将聪明 一家先通帅 枪下不死 无名之规 啊 问我呀 我是你家 驸马爷 把对方给说糊涂了 怎么 谁的驸马爷 哪个哪儿这是 你也甭问我姓什么叫什么 哎 我说 爷们儿 吴广一听 奶头大呀 爷们儿你这么说话找便宜 哎呀 你这怎么回事 你甭喊了 你看我瘦小枯干年级不大是不是 实话告诉你 我这是练功练的 我吴广一跳 因为他受过高人的传授 他还真有点信了 什么 练功练的 我第一次拜神学艺在高山学艺40年 下山之后 我也不怕你耻笑 我也不怕你耻笑 我被人给打了 一口气二次回山 又学了60年 吴广一听我的天 前后才学了一百年呢 合着这位 这位一百岁出去了 这位 我已经练得烦老还童 这些话就不跟你多说了 我听说 你武勾腔挺厉害的 尤其你善用暗器 我说小伙子 说到这儿啊 学贵州讲的亏心 怎么本来对方比自己大了好几岁呢 就说这什么小伙子就得这么叫 我说小伙子 咱们这样 今天咱们真杀实侃 动点真本领 你也对得起你师父教你一场 我也对得起恩师的传授 咱们只动武力不动暗器 你看行不行 咱把话给说头里 我可不是怕你 因为什么 我这身上也藏着暗器 牛头上这脚下 没别的 都是暗器 吴广啥了 咱们大瞪着两个眼睛 咱们这小伙子 其实这看起来都在哪儿呢 这玩意还真没衰 因为什么 恩师曾经说过 其人 其貌 你看这人长得特殊啊 人不可貌相 其貌其人必有其才 这时候齐了一块 哦 好啊 光凭武功 可以 让你认识认识 你家先锋率的 清法 咱们 咱们站住 从这儿开始打 一直打下去 知道吗 谁也不许停手 诶 招数用尽用绝 说一声 我再也不会了 我也没别的本事 那你就下马受香 如果没这一话 咱们就打 从现在开始打打个名 这时候 是不许停手 吴光一听麻烦了 咱们 这人怎么这么些啰嗦 咱们 哦 从现在开始打打个名 这时候 按目下终点说24小时 不吃不喝 演也不咋就这么打 有这么些招 咱们 我们转念一想 他是不是拿大话在欺我 你休得大话欺人 他本想叫一句娃娃 我也别叫 怎么看不出这人躲得摔出来 他都懵了 刚才让人一顿 还真给拍住了 那好 你撒马过来咱们先 站他本事回合有什么话再说 嘿嘿嘿嘿 这就好 我说 凭本事打打赢了这叫英俊 谁要是歪门邪道 动什么暗器 我就不好说别的了 怎么 那么样一说啊 老人家我就有点 口出不逊了 哎 我不愿意说出这样的话来 你明白了吧 自暴老人家 呵 你看枪吧 从一把铃枪过来 学会往旁边趴来坐起 轻轻这么一带 把双锤就分开 他首先蹲行这条枪 知道这枪有点来历 听说是软婴不吃 什么大指的呀 我今天这家就格外小心 他小心啊 就这一动手 滚震的血胶啊 心就提了嗓点来了 是说我这好兄弟 你可别让他把你烧着 这两个人哪 二瘦中风 二马盘桓 他其实是骆驼呀 二马盘桓什么呀 二瘦中风搞不就这么大钱 哎 武广啊 还挺诚实 真的就凭武艺 看这条江石的 像出水的江龙一样 上下翻飞呀 哎 是学会有点发梦 怎么回事 再看 现在 在这个 甭管武将之中 还是武林之内 相传的吧 就是罗家的枪啊 薛家的枪啊 哎 就这些使枪的 这各有 妙传 他不是都会 但是他知道一些 因为什么 有名师 怎么说名师出高途呢 妙言就在三五句 不受真传 就网徒劳啊 叫这么几句话 啪一点醒你 那就不得了 当然也有自己的悟性 千分 那么这个学会的 跟老师那儿真学了点真本事 就是一看这个枪法啊 他都有点 心里有点 心里有点 怎么 你不过是啊 咱们儿臭 哪儿都有些 也就是说把各路千法的一些精华摘下来了 故意总到一起了 准这么回事 咱们儿就打起来了 好嘛 这从头打 打打这锤他有招数 哎 一共啊 就是这些招 全使完了 使完了不要紧 从头来 从头来又使完了 学会是真聪明 我再从头来 说不定对方就会了 怎么我当中插皮杠子 嘣 这一战有铁哪儿 就拢过这么一锤来 哎呦 两个人打得通身是汗 这战骨齐摧啊 多少面战骨几乎 都打碎了 这二位还打呢 愣分不出胜负来 打这俩人啊 实在 打下去了 因为什么 你人还能支持 跨下的坐骑受不了了 尤其是武馆那匹马 是通身是汗 就烧这么一停蹄的时候 就浑身直抖 我怕旁边一袋马 要隔着往长 后这火葫芦六回都用上了 那么现在现在它不能用啊 因为什么 有言在先嘛 公约在前 九子一言嘛 等等 怎么了 哎 哎 我说咱们是不是停一会儿 不打了 我可不是这把你 也不是输给你了 因为 这马呀 需要 印六位 这你明白 这你明白 学会心想 我谢谢你 怎么 你舍不得你那干嘛 我心疼我这骆驼呢 那好 那怎么办呢 你说些多长时间了 哎 哎 这个 明日三战 完了 怎么 学会撇嘴摆了摆手 就冲你这句话 哎 娃娃 他那晚上叫娃娃 他也真叫得出口 你说这吴王也怪 怎么呢 他他还真不敢抬这炕 他弄不清对方 就多得费勿 我告诉你 一夜的功夫 你就恢复过来 这么说那是 你拿这马呀 找借口 那以你之间 你我回去 开一顿战犯 哎 然后 咱们就打 可是天色已晚完了 咱们 这么说你的知识啊 太浅薄了 想当年 有两位名将 曾经挑灯夜战 那就是张义德 夜战过马超 听说过没有 啊 那是古之民讲 哎 武当效仿啊 今天咱俩就学学 这位古人 把灯点起来咱俩打 你看到没有 打累了这么半 再累了的话 咱不去回大营 回大营去 谁知道你 耍什么鬼把戏啊 啊 如果说回的营里 你稍事休息 以休息为名 啊 你要用了什么药的 啊 嗨 这下来吴华差点给说哭了 怎么这这这什么话呀 这是 你你你你就是合一 那要么你就是有亏心事 要没有亏心事咱俩就接着在这打 打这个通宵天亮 啊 稍事休息片刻 等太阳升起咱俩再站 连转转啊 哎 如果你实在不行了 我也不难为你 你把手中枪当当往地上他一扔 翻身下马往跟前一跪 告叫我一声老恩师 我就饶你不死 我爷 解杀我爷 好咱们挑灯夜战 这吴华又不得哪儿来骨子歇火 哇 一下躲马回去了 超市休息之后 俩人要打上了 晚上真把灯光张起来 两边都毛了 怎么回事 听说过古代有名将曾经是挑灯夜战 那不过是个传说 是个听说 二十季就没见过 真打呀 好吧 只打到半夜三更 才勉强收兵 告诉他们 咱们天亮 接着还在这儿打 天亮亮又打什么 弄分不出胜负来 人魁心里有点焦急 听说怎么办 我得想个什么主意 他想主意 对方也想主意了 怎么回事 对方五广歇兵的时候 有人提醒他 哎呀我的少帅 您怎么上他这个当 怎么您承诺什么呀 就那么三言五语就完了 您跟他说什么 他说什么 谁听见了 什么叫不许东安吉 您这个聪明长辈 聪明部门 这个雷公仔子 用的是一记者的激将法呀 您不能上他这个当 再跟他动手 您还是以活龟为上 我会有点好 我会在此 我们会在此 您会不会上我